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小节 VI编辑器 这个VI编辑器呢 就是说可以对这个文档呢 进行一个编辑啊 这个编辑就相当于你写一个文档 在Windows里面没有这样一个编辑器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就这样 就是你在Windows里面很好操作 比如我们打开一个文档 然后呢 比如我们去复制 然后去粘贴 对吧 然后呢 去删除这么一行 对吧 去增加这么一些这个字符串 对吧 这个都是很好加的 你随便加 对吧 然后呢 去保存 这个你在Windows里面操作很简单 你会觉得是吧 但是换到Windows里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把鼠标给你去掉 对吧 如果把鼠标给你去掉 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操作了 因为在很多的场景下呢 我们的这个Linux是吧 它没有安装这个图形的界面 那不装图形界面 它是不能用鼠标来操作的 那么更多的是 我们只能用键盘来操作 那么用键盘来操作 你想对一个文档进行编辑 可能呢 就不是那么顺手了 那这个呢 呃 有一个编辑器 它就可以实现刚才的动作 就威压并且 可以对我们的文档进行一个编辑 这个可以给大家找一个文档 来看一下 好吧 那么首先呢 我们去找到这样一个文件 好吧 嗯 找谁呢 嗯 这样吧 我们去找一个 根下有一个root 那么在root这个目录 在root这样一个目录里面 那我这边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文件的 这是一个文件 我们将这个文件啊 给它复制到天p下进行编辑 好吧 cp 它到我们的天p下回撑 那我们进到这个天p下面 然后就看到这样一个文件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编辑 那么编辑的时候 你不能双击啊 对吧 你双击那没有鼠标 对不对 怎么去编辑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指令 好吧 用一个vim vim是vi的升级吧 在linux没有很多种编辑器 那么其中一种叫vim 就是vi的升级版 好吧 编辑它 编辑它 那么回撑 那么首先可以看一下 这是这个文件 这是这么一个文件 这么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一共有多少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现在不用管这个文件是干啥的 总之它就是个文档 对吧 可以有一个指令叫做先打一个冒号 先打一个冒号 然后set 然后number set 空格 number number的话 敲nu就可以了 回撑 那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 一共有51行 一共有51行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文表运档 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操作的 比如说你想在中间的某一行给它插入 比如我想在这给它插入某一个字符串 或者说修改某一个行 怎么办呢 你可以按一个i键 你可以按一个i键 i就是插入的意思 注意 你要切换 切换出来 按i键 对吧 那么它底下有一个插入的字样的时候 对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插入字样的时候就可以插入了 比如我们可以插入一行 比如叫qq 我们写了一行qq 那么再回车 对吧 再还写一行w w 然后再来一行比如说r 那这是我们插入的一行 那当然你可以按这个锁盘的上下键 对吧 我们可以得到进编辑里面 我们比如说可以将它给它编辑吗 推出来 然后给它写一个uu 这个都可以 好 那么注意看我当前是一个插入状态 你要看底下的状态 就当前如果是插入状态的话 你敲什么都是插入 往里面插入字符串 对它进行编辑 好 那么当我们插入完成的时候 对吧 可以敲一些快捷键 我们可以按ESC键 返回这个指令状态 这个VR编辑器有 基本上是有三个状态的 第一个就是敲指令的这个状态 就可以去输入快捷键 对它在进行操作的 比如说当你退出这个插入状态之后 你再敲这个D 对吧 你看就没用了 因为你当前不是插入状态 对吧 你敲了没用 你比如我敲一个Q 你敲Q你看 敲不上 对不对 敲不上 好按ESC 好吧 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敲一个快捷 比如我们删除一行 你敲一个D DD就是删除一行的意思 你看 删除一行 敲两下D 这就是快捷键 那么敲U就是撤销 就是撤销 这可以给大家记一下 DD是删除行 这个VR编辑器有几十 甚至上百个快捷键 我们常用的有这么几个 对吧 一个是DD 然后有一个叫U 就是撤销的意思 注意 那这些快捷键只能在这个 就是不是插入状态 在命令状态下可以敲 如果你当时是插入状态 你一敲DD 那你敲相当于键入字符章了 对不对 所以要按一下这个ESC键 退出插入文字的状态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吧 那比如说我现在插入了一些字符章 比如我们再改一下的吧 把这个end给它改一下吧 按一下i键 然后把end这个地方给它删掉 然后就给它加一个333 然后退出 按ESC键 然后我想保存并退出怎么办 你可以按住shift键 按两下zz 那这样的话就保存并退出了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刚才这个文件 对吧 那你看刚才这个 这几行就被我们加上了 33也有了 shift键加zz 就保存并退出的意思 当然你还可以叫冒号 然后wq也可以 对吧 我习惯上用快捷键 这个就是保存并退出的意思 好吧 那么这个7yy表示复制7行 p呢是粘贴的意思 paste 来看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再次对这个文件进行编辑 那比如说我想把这三行复制一下 对吧 我先把光标调到这个q这个地方 然后呢3 再敲两下yy12 那这样的话 其实它已经把这三行复制到我的简切板里面了 然后呢我去到某一个位置粘贴 比如我想在这个地方粘 然后我们看一下p 那你看上面这三行就被我粘到这个地方了 我再粘一下对吧 我把光标调到这个地方比如说 对吧 再粘一下 这就是复制粘贴 看一下吧 复制粘贴 这个是查找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去查找 就是这一个文端呢 文端不是有好多文件吗 对吧 你可以去查找相关的文件 你比如说 你看啊 set number 因为这样一个文件 它里面有好多行 对吧 当你想找一某一个字符串 比如我想找一个root 这个文件里面其实是有一个root的 对吧 有两个root的关键字 我想去查找这个关键字怎么办呢 按一个这个斜线 注意哈 得是在返回这个命令行状态 如果你当前是一个插入状态 你写斜线的不就敲斜线了吗 你看 这样 对不对 所以说你得去是吧 你得去返回到这样一个命令行状态 敲一个斜线 那么注意看底下 注意看底下 对吧 那我敲一个root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很快给你找到以root这个关键字 我们回车 对吧 那么这边就有一个root了 那这里面这个文档里面如果有多个root的话 它会给你显示 你可以按一个n键 那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root 还有一个root 再按一下n 就上下下一个 下一个 小n是下一个 这个大写的n是上一个 这个给大家记一下吧 然后n就是下一个嘛 这个也是正常用的 下一个 这个大写的n是上一个的意思 好吧 好 这个是查找的意思 dd是删除一行 u是撤销 就刚才也讲了哈 刚才的这个冒号 是吧 setnu 是显示行号的意思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这样了 这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vr的编辑器的几个指令 你要会编辑 要会编辑 那其实这个vr编辑器很复杂 我们在正式的课程里面呢 会讲的比较多 这个我们这个入门课程呢 就不再去多讲了 好吧 掌握了几个基本上在应付一般的工作呢 也就够了 好了 这一小节我们就讲到这